前置胎盘什么时候剖妇产好 贺同墙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妇产科重症监护室 副主任医师 前置胎盘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终止妊娠 是根据分行来决定的 比如说它如果是一个完全性前置胎盘 可能在37周以上就需要终止妊娠 但是如果是一个边缘性前置胎盘 可以等到38周以上终止妊娠 但是部分性前置胎盘 就可能在建于37到38周之间终止妊娠 当然如果是前置胎盘合并了个胎盘植入 可能就需要36周 甚至在34到36周之间就需要终止妊娠 所以说不同的前置胎盘的分行 终止妊娠的时机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具体要根据B超 和你的主管医生 MENI DEV 根据你评判的胎盘位置的一个类型来决定 所以说也不是所有的前置胎盘 都需要做抛妇产 如果是边缘性的 或者地区胎盘是可以因到分娩的 专家提示 一、不同的前置胎盘分行 终止妊娠时机不同 要根据B超和医生评判胎盘位置类型来决定 二、完全性前置胎盘 可在37周以上 边缘性前置胎盘 可到38周以上 部分性前置胎盘 可在37至38周之间中止妊娠 三、前置胎盘和病胎盘植入 可在36周 甚至34至36周之间中止妊娠 四、不是所有的前置胎盘 都要做偷妇产 如果是边缘性或低质胎盘 是可以因到分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